国庆里要参加典礼的人 都要一个通过案减问 早期国安林团就在关制区家共检查 虽然是国君也是要经过授苗 才能的立来 为了有从无人机走来会中 乘境出动担了去 就连国庆的武台区 依然这边也都在处检查 看不出典礼可以顺利进行 去年没来国家阿姨今年又看到了 也有穿这些东西来送人 看着大伯的国家贝贵的亭店 外国朋友是很欢迎 也有观光可以来台湾 顺着来看国庆的电影 也穿国家衣服在国家阿姨 国庆电力回国的教包很多 总统若清潔国庆安会 所说的祖国论 教包都有赞行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中华民国一百多年 他们才七十几年 对不对 什么祖国祖国不一样嘛 大企业比较小是祖国 不可能的啊 好像这个场合 好像讲这个祖国论 我是觉得有点点突兀的感觉 我是希望他在别的时候讲 没关系 今年国庆的主席 有人感觉是法国美国 年载两年参加 电力的教包就有感觉 个人来说我还要去年 因为去年 网组民的一些台湾网组比较多 今年的话 中华民国的网组比较多 我还要去年 我觉得真的是 只要看到这么多的国旗飘扬 然后大家同心一致 我们就非常非常的高兴 今年一次的国庆台电 祖国论和法国美国的卫地 也是大家讨论的重点 民視新闻台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来点栏目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